你可以说江宋两位爷爷会营销 但是你不能说他们不爱大熊猫 你可以说爱宝乐园卖福宝珠编 但你不能否认他们对福宝确实是好 很多网友质疑韩国人策划营销手段高超 但在高明的策划和摆拍 唯独福宝的眼神和笑容 对爷爷的亲历是摆拍不了的 福宝看爷爷的眼神里充满了温柔 因为他也被对方温柔以待 为什么福宝像人 因为他首先被当做人一样尊重 营销也没那么不好 要知道福宝出生在疫情时期 一开始是没什么流量的 正是两位爷爷持续不断的拍摄 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可爱的福宝 福宝才能大火为世人知晓 将爷爷深谙流量对一只熊猫的重要性 于是费尽心思用世界各地的流量做成铠甲 穿在福宝的身上 用营销用流量为福宝拨了个好前程 从孩子的将来考虑方方面面都有营销的需要 只要对孩子是实打实的好就行 如果都是这样的营销 请更多的地方来 我们想看到更多的大熊猫被深爱 被视若珍宝 凡是对熊猫好 真心爱熊猫的营销 我们都支持